哈喽大家好我是小宇 这是我们还中国行的第十天 我现在在黄农 这里被誉为人间摇池 世界奇观 那么就跟着我的镜头去看一看吧 今天的天气非常非常的好 虽然只有九度 但是太阳晒在身上暖洋洋的 一点不觉得冷 这里就是售票大厅了 我们今天就来 运气非常非常的好 今天第一天是半价 也就是平时一百七的门票 今天开始只要八十五了 门票八十五 锁到八十 我们现在票已经买好了 现在在这个地方售票大厅 要坐一个大巴车 到锁到的下站 然后坐锁到最上面的上站 然后在那里还要换成一个小的车 然后到最顶端的五彩池 那我们现在就去坐公交车吧 来了来了 锁到公交车在那里 走 公交启动了 几分钟就可以到锁到 今天游客不是很多 这种游游升高的感觉真的很不错 有种俯瞰众生的感觉 和对面的山都差不多高了 一直往上走 太舒服了 再看看那边的山 哇 那边有个雪山 这个锁到全长一千一百多米 直接从两千九百米的海拔 然后直接上到了三千四百米 上升到五百米 从锁到出来了 出来就是坐观光车 就是坐这种小巴 这种小巴上山 然后到最上面 司机四伏真的太乱心了 他看着我拿着相机在拍照 就叫我坐前排 好拍前面的风景 哇 这里就看到了雪山的全貌了 天呐 太漂亮了 来看一下 玉翠峰 太漂亮了 居立在蓝天白云之下 这里离我们的第一个著名景点 五彩石 要步行八百米 那我们就继续往前进 这里可是海拔三千五百米哦 已经有一点点小小的高反了 但是为了每一景 不惜一切代价 继续往前进 你看前面的山树 蓝天白云 山树交汇在一起 太漂亮了 这些钙化地带 是由地表中富含大量钙 每离子和二氧化碳 通过一系列化学物理和生物作用 形成的 每年只能形成三毫米 这个生长速度非常的慢啊 而且非常非常的脆弱 所以说是禁止采它的 没想到第一个景点 居然是我身后的这个黄龙古寺 这个古寺最其他的地方就是它那个牌匾 来看一下 从正面看是黄龙古寺 从这边左边看 左边看是山空水壁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右边 右边是 飞阁流丹 你看又回到正面 这边又变回了黄龙古寺 那我们进去看看吧 还是有菩萨的 从四里出来 五彩池 还有220米 应该不远了 我身后就是黄龙最值得看的景点 五彩池 就在黄龙古寺后面 非常非常的漂亮 真的是五颜六色的 真的是天上王武 地下五彩池 来我们看一下 这个地方看到的太震撼了 已经不知道用什么语言来形容了 你看这前面的 深的浅的 黄的 绿的 全部都有 从五彩池出来了 从五彩池出来了 我们现在去下一个景点 也是非常非常有名的 叫珍艳池 真的非常舒服 如果每次旅行出来都是这种天气的话 简直就太棒了 哇 对面有一个街线桥 那不就是来接我的吗 我就是仙 在这里快乐似神仙 对吧 过了这个街线桥还有200多米就到了我们的下一个著名景点 珍艳池了 继续往前走 我身后就是黄龙的另外一个必须打卡的景点 珍艳池 完全不输之前的五彩池 因为这里可以更近距离的观看 它是怎么形成的 这个真的是大自然的力量 对吧 只有大自然的力量才能形成这样 其他又雄伟壮丽的景色 我身后就是黄龙第三个比较大的彩池群 叫梭罗印彩池 它有400多个彩池组成的 它的水都是这样一层一层往下 像梯田一样往下流的 上面的池子流到下面的池子 来看 这个好近 水好清 它紧爱着上面的珍艳池 水应该就是从珍艳池流下来的 中间间隔了一段距离 我们到了盆景池了 这对面就是 你看 长得非常多的树 就像一盆一盆的盆景一样 非常的别致 这边也是 哇 这里还有一个瀑布 哇好漂亮 从这里看一下 瀑布的上面就是雪山 雪山上面就是蓝天白云 两边也是 高山耸立全部都是树 哇好漂亮 这个瀑布下面有一个洞 叫洗身洞 传说是仙人进身修道的地方 开上去不大呀 居然有一米五宽 一米高 碰到了一个小松鼠 又好乖哦 来看一下太有意思了 蹦蹦跳跳的 跑了 跑哪里去了 这里又路过了一个瀑布 还是挺好看的 黄龙和九寨沟都是以水漂量文明的 但是两个还是有所不同 你看这个瀑布 不算很大 但是稀里哗哗哗的瀑布声听起来很舒服 这里我们到了迎宾池 迎宾池就是步行上山的人看到的第一个池子了 我们是坐锁道上去的 所以说是从上往下走的 我们看到的最后一个池子 就应该是这个迎宾池了 一路下来太多池子了 从山上往下一路就是池子 瀑布 瀑布 池子 一个接一个的 全部都是这种五颜六色的 真的太漂亮了 但是最惊艳的还是一个接一个的彩池群 那个颜色非常的漂亮 蓝的绿的 深的浅的 全部都有 景区大概游完五个小时 非常推荐玩一下 那今天就这样吧 又是脚走断的一天 明天见 拜拜